她說她的這個木瓜是否效品變紅 是不是病毒病要怎麼放在 這個木瓜要看她是不是這個病毒病 這是我們第一就是要酒庚 那麼所謂酒庚就是說她要回尿回尿 那麼回尿回尿什麼叫回尿回尿 就是這個綠中代黃黃中代綠 有時候你會看到 她會有稍微一連一連 所以你這個看起來有一點點不太像 不太像是這個病毒病 那麼因為你的黃的黃幾黃 青幾青 比較沒有黃中代綠綠中代黃 這款的一個尤其第一張照片 這個這一張拍得比較好 怎麼說拍得比較好 因為我們在看就是 這個稍微有一點點逆光去看 逆光的時候你會看到一連一連 但是你這個沒有一連一連 你的黃的就黃的 綠的就綠的 你沒有綠中代黃 黃中代綠 所以你這不是這個病毒病 你這不是病毒病 那麼不是病毒病是什麼 這有可能是這紅蜘蛛去打的 這紅蜘蛛 所以你這紅蜘蛛一定要把他處理好小 那麼他的稍微 那麼蜘蛛 蜘蛛電不起來 有一點點不正常 那麼這應該是水分的這個關係 比如說你 含水含料比較多還是怎麼樣 這筋打開不開 那個蜘蛛是不是太過頭黏 那麼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看起來不是這個 這個病毒病 那看起來很像是這個 很像 很像的 是這個 夜蜘蛛 夜蜘蛛一種的這些情形 你說沒有啦 我老婆你放心我的水沒有問題 水如果沒有問題的時候 什麼是情形 它會有一個去遇到這種現象 那麼就是說在 如果是水分 因為通常木瓜 藏出問題 都是含水分有關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它有一個叫做黑蜘蛛病 黑蜘蛛 但是這個黑蜘蛛它的頂點 所以你這個應該還不是 它是神秘的那個所在 所以目前看起來這個根系 根系的這個問題 應該是會比較大 再來就是這個紅蜘蛛 我們在傳這個紅蜘蛛 沒有神藥 有的人說有什麼神藥 沒有什麼神藥 那麼有時候 如果是這個 比較嚴重 就是說從今年被打開了 它就會比較嚴重 所以它比較沒有這個蜘蛛 比較沒有蜘蛛 就變蜘蛛比較少 變蜘蛛比較少 但是這個燙蜘蛛就會比較多 尤其像這種刺蜘 紅蜘蛛這種的問題 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在傳藥的時候 水分稍微多一點點 讓你做參考